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一五级博乐大学堂的执行长廖怡萱 他是我们博乐大学堂的吉祥物大师兄 今天呢就要来带给大家 五个成为师大人必须知道的小知识 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第一个 自行车还有机车是不能骑进校园的 请停在校外的停车阁或停车场 再步行进入学校哦 第二 骑自行车还有机车的同学们 我们师大可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哦 除了校园周遭随处可见的停车阁外 有图书馆校区的教育大楼 还有云河街的停车场可以使用 住在学艺舍的同学们 也可以把车子停在宿舍后面的停车场 哦对 要记得出入要带学生证 还要注意开放时间哦 第三 相信大家看到绿灯都会直接穿越马路吧 但是呢 从美术系馆到图书馆校区前的马路 千万不要看到绿灯就直接穿越咯 一定要等到行人号之灯变成绿色才可以通过 不要被骗咯 第四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势必会在各校区间移动 同学们 要穿越诗大路的话 要记得走有斑马线的地方 或走地下道 求一时之快随便穿越诗大路 可是有被撞飞的风险哦 最后 离师大最近的捷运站 是古兵捷运站 那离师大最近的出口是哪一个呢 是写的师范大学的四号出口吗 对对 其实是三号出口 不仅如此 三号出口还有手扶梯可以搭乘 是不是很方便呢 听完以上五点小知识 相信各位新生一定对师大有更多的了解吧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相关资讯 欢迎追踪博乐大学堂的粉丝专页 IG YouTube 然后帮我们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还有设定产生看 就不会露结任何讯息咯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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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